故意的演技往往体现在身体上,然而有人却把表情当作一种重要的演技和技能,他就是杨迪,对于这位演员,出色的夸张表情让他走红,他不仅走红在网络,而且还走进为一大综艺节目上表演,也正是这次综艺上的表演,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曝光机会。 对,他被杨迪发现了,之后还被杨迪邀约到香港去市井,此次市井虽然也没有得到正式的答复,但是对于杨迪来说,能够见到杨迪,就已经非常知足了。 当新年的那部戏游翔摩片开机时,杨迪被邀请到横店,之后我们在戏游翔摩片,看到那个三勺喷血歌,就是由杨迪扮演的,虽然也只是一个极短的路径机会,但是,此次机会,也让杨迪被大家所熟知。 但是,在随后几年中,杨迪扩宽了很多的戏路,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重要角色,但是,所演的一个角色,他总会给剧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出演的作品多了,什么样的机遇,都会有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,杨迪也受到了谢娜的关注,他被邀请参加那界主持的那档,那就这么说,如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杨迪与谢娜一起出演综艺节目,他也成为了那界的重要搭档之一。 其夸张的表情,成为了搞笑的担当,杨迪凭借自己的表情走红,当年星也为他铺路,也确实赢得了很多的出镜机会,如今在综艺节目上,更是受不了那界的大力栽培,在杨迪眼中,今天的成就,星,也和那界是他最要感谢的人。 那么,对于杨迪为什么会选择在综艺节目上发展呢?